今天要介绍的是美国Session201的调查跟程序 所谓的Session201调查案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 第二编第一章201条到204条的规定 其中201条规定了采取防卫措施的要件 202条规定的调查机关 也就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程序 跟他得向美国总统建议的措施 203条则规定了美国总统可以采取的措施 204条则是防卫措施的监控修改跟终止 Session201规定 如果调查机关认定进口到美国的货品数量增加 导致国内跟这个货品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产业 受到严重损害或有严重损害之余 而且进口数量的增加为重要的原因 那美国总统就可以采取防卫措施 跟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不一样 防卫措施它不需要有任何不公平贸易竞争的行为 保护国内产业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所以它的要件也非常的严格 美国从1995年到现在也只有12件防卫措施调查案 采取防卫措施的法律要件包含 进口数量的增加 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有严重损害之余 那进口数量的增加应该要为产业损害的重要原因 其中进口数量增加必须要是不可预见的发展 严重损害则是指重大且整体的损害 严重损害之余则必须是明确且迫切的威胁 至于重要的原因则是指重要性不亚于其他原因的原因 也就是不能只是原因之一或者是次要的原因 美国调查机关在认定有没有严重损害的时候 应该要考量的因素包含 第一个国内产业的生产设备是不是有极高的闲置率 第二个是不是有大量的业者呢 没有办法以合理的利润来进行国内的生产 第三个是国内产业是不是有大量失业或就业不足的情况 在认定有没有严重损害之余的时候 应该要考量的因素则包含 第一个国内产业的销售或市占率减少 从获偏高产量利润薪资及就业下滑的趋势 第二个是业者没有办法获得适当的资本 提升厂房或设备 或者是没有办法维持既有研发支出水平的程度 第三个就是第三国呢 限制售调产品的进口 导致美国成为出口转移热点的程度 美国Session 2001的调查时程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残损的调查阶段 第二个则是措施建议跟决定的阶段 原则上呢美国调查机关ITC 必须要在120天之内做成残损的决定 那如果有残损的话 则必须在60天之内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措施 在收到ITC的建议之后 美国总统则必须在60天之内做成最终的决定 并向国会进行报告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 ITC所做成的决定跟建议 并不拘束美国总统 对于ITC的建议报告 美国总统有权接受 不接受修改 或者是完全不予理会 以太阳能案为例 ITC提了三个建议措施给美国总统 但美国总统川普最后 采取的措施内容 跟这三个建议案完全不一样 可见在Session 201的调查案当中 美国总统享有非常大的权利 Session 201的调查时程呢 非常的紧凑 虽然ITC也会请出口商 当地的进口商跟生产商填答问卷 但是ITC的问卷只是 Session 201调查案当中 最简单的一环 主要是为了确认 售调产品进口量有没有增加 出口商有没有闲置的产能 有可能构成潜在的威胁等等 程序上呢 ITC在两个调查阶段 都会举办公听会 因为ITC的委员 并不是产业界的人 他们必须要举办公听会 向各方收集意见 才能做成决定 在Session 201的调查案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公听会前后的答辩书 以太阳能暗为例 可以看到的是 双方都必须要在公听会前后 七天内提出答辩书 ITC可以建议美国总统 采取的措施包含 对进口的货物加征关税 或提高关税 实施进口数量的限制 进口配额或是关税配额 第三个则是实施 产业调整措施等等 ITC可以建议美国总统 综合采取以下措施 但是比较常见的 还是提高关税跟实施进口配额 这些边际措施 因为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关税配额 也就是提高关税 跟实施进口配额的合并 譬如进口限额为10万个unit 限额内为零关税或较低的关税 但是一旦超过这个限额 关税就会提高 换句话说 关税配额就是透过 以价质量的方式来减少进口 除了ITC可以建议美国总统 采取的措施之外 美国总统也可以跟外国 进行贸易谈判 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或者是在法律的授权下 采取其他的措施 以太阳能案为例呢 原告就希望美国政府 可以实施价格管制 也就是要求所有的 进口太阳能产品 不得低于一定的价格 但这是不是符合 美国的法律 跟WTO防卫措施的协定 恐怕有些疑议 所以美国总统川普 后来也没有采纳 美国总统依据Session 2001 实施防卫措施的时候 也必须要遵守 WTO防卫协定的不歧视原则 也就是原则上 必须要针对全球的进口货品 而非特定的国家 采取防卫措施 但还是会有例外 譬如说像跟美国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或者是进口为让的 开发中国家等等 防卫措施每次实施的期间 不得超过四年 依照规定予以延长的话 最长的超过八年 这是为了要避免防卫措施呢 成为妨碍自由贸易竞争的手段 这跟反倾销防卫措施的规定非常不同 反倾销跟防卫措施呢 每次实施的期间为五年 期限借满之后 落日复查的话就可以延长 而且并没有最高期限的限制 防卫措施为实施进口数量限制的时候 不得低于最近三年内的平均进口数量 实施的期间超过一年则呢 则必须在期间之内定期的削减这个措施 以太阳能案为例 川普虽然对全球太阳能产品 课征30%的高额关税 但是每年都会递减5% 这就是为了要符合法令的要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